她是国父之女 意味一人之下万人之少 却在晚年穷困潦倒 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可当蒋介石拿出金银财宝来资助她的生活时 寸步难行的她却选择了坚决拒绝 直到邓公亲自出面 她才接受了大陆的资助 她就是孙中山最疼爱的二女儿孙婉 有人会感到好奇 同样是资助 为何国父之女会将本应该更亲近的 蒋介石拒之门外呢 欢迎百度搜索 国父之女拒绝老蒋资助 了解更多历史故事 在这点个三连精彩故事 马上开始 1968年已经拜逃台湾的蒋介石 派人秘密前往澳门 将一封支援信送到了孙婉手上 在这封特殊的信件中 蒋介石言辞恳切 一边口口声声的说 要给孙婉赠金建屋 一边邀请孙婉前往台湾定居 安度晚年 对于当时的孙婉来说 蒋介石的来信仿佛是上天身处的元首 由于丈夫戴恩赛身故 孙婉失去了所有的经济来源 不得不通过卖房 卖古玩等方式艰难求生 即使孙婉再怎么节省日常开支 想要维持一家人的吃穿用度 靠变卖资产维持生计 也并非长久之际 照理来说 能够得到蒋介石的救助 孙婉作为一介妇人 理应立即接受才是 可在看完信件后 孙婉竟当场拒绝了蒋介石的示好 甚至没有半分犹豫 之所以他如此坚定 是因为早已看穿了蒋介石的阴险用意 虽然如今生活窘厚 但孙婉却并不是出身普通的寻常妇女 他的父亲正是大名鼎鼎的国父孙中山 要知道 如果不是孙中山挺身而出 坚持革命斗争 持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王朝 恐怕无法如愿倒塌 而孙中山提出的连俄连贡 辅助农工 更是为后续革命胜利提供了先头经验 虽然最后因为种种原因 孙中山并没有看到中国一统 但他为革命所做的贡献 还是让他在国人心中拥有了无法匹敌的影响力 作为孙中山最为疼爱的二女儿 孙婉虽然因为婚事问题 与孙中山断结关系数年 但仍是拥有孙氏号召力的最佳人选 如果他能够为蒋介石所用 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在明白蒋介石的用意后 心高气傲的孙婉 这才当场拒绝 断绝了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最后一次希望 但在表明自己坚定政治立场的同时 自家的生计问题还是让孙婉十分头疼 就在他举足无措时 为共产党效力的亲戚廖成志 引起了孙婉的注意 虽然并没有跟随父亲投身革命 但在孙中山的影响下 孙婉对共产党的印象良好 而党中央在建国后的一系列举动 更是让孙婉对这支共产党的队伍十分认可 因此1971年在谨慎考虑过后 孙婉斟酌语气给邓公写了一封信 并表示希望邓公能酌情给予帮助 在接到孙婉的来信后 邓公非常重视立即协调相关部门 让澳门新闻社承担了资助任务 甚至在向孙婉提供救助之余 党中央也开始派专人留意孙婉的生活问题 直到孙婉离世 相关的资助工作才宣告终止 不得不说孙婉是幸运的 虽然没能延续国父的事业 但他却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将孙中山坚守了一生的理念 继续发扬光大 而他冷具蒋介石的态度坚定 不仅断绝了对方试图反攻大陆的良子野心 更成为了共产党顺利开展政治工作的强心剂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给我们的视频 点赞评论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